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讲一遍 重新开这个课 四个老师只剩下我了 于是我们去教另外一堂课 另外两个老师现在都不在这 我们这次重新开课 我原来的七堂课曾经讲过的 七堂课就放在光碟上 是用重播的方式 讲到对圣灵该有的认识 讲到道成肉身 讲到主再来 这几堂课都在网络上 我们光碟会放出来当作重播 所以这一堂课一共有二十门课 十三堂课是我现在开始连续十三个礼拜 我会重讲 其他的七堂课请大家到网络上去听 我是很盼望如果你可能的话 能够尽可能地做作业 但是如果你觉得做不来作业 因为我知道中间有很多还是出信的 如果你做不来作业的话 没有关系 但是我希望你好好地听课 因为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对博训的学员就一定要做课了 就一定要做功课 我想这一系列是很重要的一系列的课 能够帮助我们在真理上 有一个整体性的 然后一贯性的 也比较系统性的了解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虽然它不像主日讲道 是直接针对我们属灵 生命生活的需要 这一堂课它比较是在真理方面 给我们一个整体的鸟侃 让我们可以看见圣经整个大的架构 圣经整体上是在讲什么 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上 我们一起让这堂课能够达到它的 设立的目的 我们开始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您 为了让我们有机会 一起在你真理面前 在圣灵里 我们一起来认识 你这位伟大的神 来认识你伟大的旨意 主我们心里面都感谢你 祝福我们这一堂课 让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真理上 能够更深地扎根 也让真理叫我们自由 也让你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 不经历应付仇敌 在我们身上的谎言和供给 也让你的真理能够让我们在地上 能够过丰盛的生活 得生命得得更丰盛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今天是第一堂课 所以我们大家先看这个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 这个课程的简介 我们很早就在教会的主日学介绍上 已经发过了 就是你从广义来说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神学的观念 真的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观念 只是不见得正确 不见得完整 那么不见得深入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看法 你对神的看法 你对圣灵的看法 你对教会的看法 你对基督徒的看法 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我们今天 没有一个人能够说 我自己的神学观念是完整的 而且是正确的 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的谦卑 那我们这一堂课叫基础神学 因为我们只能够弄短短的时间 碰到一些圣经中最核心 最重要的一些的真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向神学院 或是向学者 他们要花这么深的时间 去钻研 去研究 所以我们只能够叫做 系统神学的一个 一个很简短很简短的 一个缩减版 这个不光是龙缩版 它是缩减版 它是又缩了 又是比较简化的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简化很容易 像我这次介绍你们的这本书 其中的一本书叫做系统神学 它是古德恩写的 Wayne Gruden写的 那么他自己就说 我这本书是非常深入浅出的 它是用很简单的字来写 那么光一本就这么多 神学院弄的系统神学的书 你到图书馆去找 那也是一大片的 读都读不完 但是我只是想让弟兄姊妹知道 我们没有要去专研那么多的理论 我们希望借着这一堂课 能够帮助我们 对这位我们所信的神 这位三位一体的神 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然后对于他的真理 对于他永远的旨意 对于他注释的法则 我们都能够有一点的探索 那么也更希望说 因为这样子的认识 能够帮助我们对人之所以存在 人受造的目的和价值 跟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和价值 我们也能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 希望大家在 特别是如果你 很希望在圣经的真理 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也帮助我们在小主查经 帮助我们生命长大 能够有帮助的话 那这堂课对我们是非常需要的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去参加另外一堂课 讲到教会的敬拜 那都是对信主很多年 在教会负责带领跟敬拜 跟教会的leader们是必修课 因为整个教会所有的聚会 所有的侍奉都是敬拜 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网络上去补听 但是在座的大部分报名的 我们都希望你们如果对圣经 还缺少一个整体认识的 或是希望在圣经的真理 能够更扎实一点的话 我都希望你们参加这个 尤其如果你在小主是带查经的 这堂课也是必修课 那我们课程的要求 对不起 网上听课 写错了 这个不应该是19个小时 这个加上网上听课 一共是20个小时 那么作业有三个 加上一个期末考 那参考的书 我在讲义上先列了四本 讲到信徒造就利陀生的 讲到圣经总题 这个薛佛尔 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创立者 那么这本书是 他跟他的继承人 另外一个就是下一任的院长 他们两个人 是他主写的 然后下一个院长 把他整修的 那么第三本是一个科凯文 Kevin Conner 他写的基督教信仰真义 第四个是Charlis Reroy 他是写基础神学 那么我后来觉得 我这两本也介绍你们好了 因为有一些是博训的学员 那么在网络上 在中国各地 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博训 所以我多介绍两本 比较深入的 一本是系统神学 我刚刚讲的 那这本书是更新出的 非常好 值得你们看 像这个Jim Packer 跟John Piper Chuck Coulson 跟Jack Heffer 他们都推荐这本书 我刚刚讲的这几个人 如果你不熟 没有关系 但是你如果熟的话 都知道这几个 都是在基督教里面 都是非常前辈型的人 他们都推荐这本书 所以我建议你们 如果对系统神学有心 想深入一点了解的话 是值得买的 那另外一本书 是我自己觉得 可能你想更深入的话 是更好的 它有点像Topical Bible 它是Topical Analysis of the Bible 它是圣经汇编 它就根据主题来编 所以它就把圣经 所有相关的 例如说我们讲到神的名字 我今天在这里 你只能够列几个最常看见的神的名字 它就把圣经上 所有对神的称呼 一百多个它全部列出来 像神的属性 God's Attribute 它圣洁公义 仁爱 良善什么等等 它就把所有圣经 讲到神的属性的 就全部都按照顺序列出来 所以你连观看它的 整理的标题 这些目录 就已经非常非常值得了 更何况它把这些经文都给你摆出来 所以对读圣经有兴趣的人 我是很推荐你读这本书 中英文都有 所以在那四本里面会加上这两本 我会请办公室的同工 我们加好了以后 在网络上新的讲义上就有这两本书 非常值得大家读 我们现在课程的计划 我说过有20堂课 13堂是现场上 7堂是借着DVD的重播 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我们会讲到的题目 我们会讲到认识神 认识基督 认识圣灵 这是三个一的神 三个一体的神 然后认识圣经 认识人受造的意义和价值 认识天使 撒旦 认识罪与肉体 认识宝血 认识石架 那么第十十一是讲到全辈的救恩 因性称义和成圣 那么第二个是讲到复活和得荣 这讲到全辈的救恩 那么第十二个也是DVD的 就是道成肉身的伟大意义和使命 十三讲到认识教会 十四讲到认识属灵的征战 那么十五讲到认识审判和地狱 那么最后讲到主的再来 有三讲 三讲都值得你们好好听 就是如果你对于将来整个人类的走向 将来末后必要成就的事 很多人都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将近有四分之一的篇幅 到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讲预言 那你把这些预言 有人去归纳把它整理出来 大概有八百多个预言 八百多类的预言 八百多个预言 那么到现在为止 在历史上时间这样过来以后 大概只剩下不到二十个预言 还没有应验 不是说他不会应验 而是时间没有到 这是靠近主再来的时候 这些预言要一个一个一个要应验 例如说耶路撒冷的圣殿要重建 圣殿有一天不仅重建 耶路撒冷要再一次被围攻 要被攻破 以色列选民要大受逼迫 这些都是不久的将来 主回来之前要应验的 所以关于主再来的这个讲法就有很多 那我们就放在那三讲里面 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那我在说 请你们注意到 我所定的题目 大部分都是讲 认识神 认识基督 认识圣灵 那我比较不敢去把它讲得太高 这个就好像是一个理论的东西 因为没有人敢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 去把它系统化 对不对 我们算什么 我们怎么能够去systemize 这位伟大的神跟他的句文 所以我讲到这个名字叫做系统神学 它只是比较系统性地把圣经整理出来 让我们看见圣经怎么样子 跟我们介绍这位伟大的神 怎么样子比较有系统地 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他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法则 他整个计划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都用认识神 认识基督这样子来看 就是说我们最多在这么伟大的神面前 稍微来多认识他一点 所以我想这是希望大家开头 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 存在这样子谦卑的心来看 那我们今天第一堂课讲认识神 像我在写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说主啊 我怎么可能用一堂课来讲你 想到就着急 想到就觉得不配 像我昨天在那里写认识基督的讲义 在那里整理的时候 写到我都没办法再写下去了 我说太多太多太多 写不完讲不完 根本更不要说在经历上 在圣灵的真实的认识上 我们都太贫穷了 但是另外一面来说 我也不要discourage大家 就是每多认识一点真理 每多真正的认识神一点 这个认识都要成为我们这个人 极大的拯救和祝福 主耶稣自己也说 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真认识圣经 真理是怎么回事 救恩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你发现他其实带给我们的祝福 那是没有办法言喻的 就像我今天早上主日讲到 那个住在基督里 这件事情的重要 这是在圣经上这么清楚的真理 但是你却发现 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去研究神学 研究这个研究那个 我们反而去忽略了 圣经中很关键 很基要的真理 所以我就很希望 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听这些课的时候 任何时候你心里面click 哪些话摸着你 哪些话敢感动你 不要只是把它当作听课听完 回家多一点地祷告 甚至写一点心得笔记 就算在上系统神学的课 我们都可以写灵修笔记的 一定要用这样子的态度 好不好 就算要读系统神学 也要让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课 一样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 这是我整堂课一个很大的盼望 就是让我们因着更认识他 我们就更爱他 因着更认识他 我们就更降服在他 这位伟大的神面前 因为更认识他 让我们整个人这一生 活得有意义 有价值 我们现在来看这堂课 就讲到认识神 首先我提到人能够认识神 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和他主动的启示 就是如果神没有要介绍他的话 没有人可以认识神 所以你发现今天普天下 所有的宗教都在那里寻找 什么是神 让人可以拜他 我跟你讲 没有文化的这些土著们 这些深山里面的 他们也在寻找神 你到非洲去看 因为我自己在台湾长大的 台湾是多神论 什么都当神 我说过曾经带孩子 回台湾去的时候 恒万公路高山里面 找不到厕所 他们小孩子急着上厕所 我就开开开开到 这个郊外野外 在一个深山里面 走到树林里面 在一个大树面前 让他们去小便一下 真的是没办法 回归大自然 那里下居然摆着那些 排位 香 水果 就喂着一棵大树 他们在那里拜他 就是人心里面 有一种说不出来 是神所造的 一个敬拜神的倾向 跟需要 但人就在这里到处找 所以所有的宗教 都在这里把一个理想 一个境界 一个完美的 超越的境界 摆在人的面前 但是这条路怎么去 却没有讲 今天只有圣经上 只有讲到神来寻找人 只有神向人启示 人才可能真认识他 对不对 你想蚂蚁怎么可能认识我 蚂蚁不可能认识我 因为我们两个是 完全不同层次的受造 除非我有办法变成蚂蚁 我告诉蚂蚁 人是怎么回事 不然他不可能了解我 同样的 今天人怎么可能认识神 如果神不到成肉身 如果神不用人 能够懂得的语言 跟方式来彰显 来表达的话 没有人可以认识神 也没有人有资格说 I know God No 没有人可以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要感谢神 圣经告诉我们 神在古时就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欲列主 而且就在末世的时候 借着他的儿子 亲自来小欲我们 让我们来认识 他是怎样的神 加拉太书第一章也讲到 神是很乐意 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 所以这位是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神要让我们认识他 神是个灵 是看不到的 所以底下我们就讲到 神怎么样子帮助我们 来认识他 借着基督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先看到 人能够认识神 是因为神的恩典 和他主动的启示 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 要很谦卑 但以理告诉我们 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 必刚强行事 我们真认识他 真认识他的救恩 真认识他的旨意 弟兄姊妹 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我们会刚强 我们会在风雨中 我们不会那么惶恐 因为我们认识他 知道他是管理万有的主 他可以斥责风浪 他可以为我们评价风浪 他甚至可以让彼得凌驾风浪 这是我们对我们神的认识 他就可以让我们在处境中 能够处变不惊 认识神的子民 能够刚强行事 认识耶和华 我们得到智慧 好 我们认识神的途径 圣经上 我至少在这里 我只提五个 这五个够了 很重要很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五个上 好好的集中花功夫 我决定相信 我们对主的认识 已经够我们一生用了 第一个 借着圣经 圣经是对神最直接的启示 因为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告诉我们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在原文里面叫做 神亲自吹气在旗上 当神造好亚当 用地上的礼土 造好亚当以后 神做了一件事情 是什么 神吹气在亚当的身上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所以圣经上的每一句话 是神所漠视的 它的原文叫做 每一句话神都吹气 而且每一句话 主耶稣说的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圣经是很重要的 让我们认识神 不光是在字句 而是在字句背后 去读出他的经意 摸着生命 能够碰着灵 所以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而圣经也告诉我们 太初有道 那个道不是道路的道 是the word 这是神的话 the word 而且是用一个贯词加上去 不是普通的字句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所以这是借着圣经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也说 你们查考圣经 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所以好好读主的话来认识神 第二个 借着基督 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约翰福音第一章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身子 把他给表明出来 神是个灵 没有人可以看 所以有任何人告诉你说 他看见神 你晓得这是错误的 这是异端 没有人见过神 但是只有父怀里的独身子 把他表明出来 主耶稣说 你们看见我 就是看见父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所以借着基督 我们能够认识神 你看见基督 就如同看见神 那我们怎么样子 来借着基督来认识呢 今天基督两千年前 他已经走了 大家觉得我们怎么样 借着基督来认识神 想想看 不要光听我讲 怎么样子 基督两千年前 来到地上 又走了 回到天上去了 我们今天怎么借着基督 来认识神 第一个借着世福音 对不对 耶稣生平 他来到地上 他怎么说话 他怎么行事 大麻风谁都怕 但是耶稣却动了怜悯的心肠 手摸着他 他在每一个的细微的表现里面 你去读世福音 正好我们今年要读路加福音 你好好去读耶稣所说的话 耶稣的反应 耶稣的情绪 耶稣所有的表现 他每举手与投足 都是神的彰显和发表 借着耶稣生平 另外呢 怎么样借着基督认识神 借着基督内住的生命 今天早上我们讲了 基督住在我心中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所以主在我们里面 在生命中所带给我们的经历 让我们体会到 我的神是怎样的事 明明是他做错 明明是他对不起我 主却感动我去跟他道歉 去跟他主动和好 这个生命是我没有的 这个生命让我认识 神里面那个宽大 那个丰富 宽恕的生命 让我认识神多伟大 所以借着生命 借着圣经所记载的 那么第三个 借着圣灵的启示 只有神借着圣灵 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称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 也称透了 这是灵前二章 十到十一节 所以他说 除了神的灵 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 所以借着圣灵 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 求神把那赐人智慧 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他 不是光头脑的知道 是真知道他 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知道他的恩赵 有何等的指望等等 就是圣灵来 非常非常重要 我现在给大家列的经文 都只能够挑一两个 精华的经文 我们比较熟的经文 我要找到 可以证明的经文 归纳的经文 可以很多 所以我就点到为止 那就让大家知道 怎么回事就好了 所以借着圣灵 在我们身上 给我们的启示 那么第四个 借着受造万有 罗马书第一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他说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照天地以来 神的勇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你说 有些人没有听过福音 他怎么办 圣经上说 鱼丸人说没有神 有人会说 神显现给我看 我就信他 你通通在这句话面前 你没有办法站立 神说他的事情 关乎他的事情 都是明明可以知道的 叫人无可推诿 虽然眼不能见 但是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例如说 我们讲到神的伟大 诗篇十九篇告诉我们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昌传扬他的手段 你只要在旷野里面 深夜抬头举目望天 你如果有一点点天文知识的话 你看到浩瀚的宇宙 你看到这一千亿个星球 一千亿个银河系 你不能够不像大卫说 神啊 人算什么 你竟然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然眷顾他 你不能够不发出感叹说 神 你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你会对这个神的勇人 神性 神的伟大 你不能不敬拜的 你从很多的动物身上 看见母爱 我曾经讲过 有一种小虫 像蚯蚓一样 它生的蛋 必须是在鸟粪里面 有某一种化学成分 才能够让这个蛋 孵化出小虫 不然的话 这个蛋生下来是白生的 我那时候看电视 讲动物世界 孩子小的时候 我常带他们看动物世界 他就讲到 到了产卵繁殖的时候 在海边 就是靠近海边 这么多的虫 就从地底下冒出来 每一个都挺得高高的 好像出影一样 把头挺起来 等着天上的鸟来吃它 吃完了以后 鸟排泄 这些蛋都在排泄的里面 让它可以生下一代 有子民你知道 我看的时候 我心里面感触多深吗 那个舍己 叫人得生命 那个牺牲自己 在爱里面 可以牺牲自己 甚至把自己的儿子 都舍了的这种伟大生命 借着所造之物 向人显明 所以借着受造万有 我们可以认识神 从很多自然界的奇妙 你不能不说 宇宙中真有神 或是神哪里真伟大 第五个 借着人生各样的经历 使徒行诞十七章 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讲到神 祂从一本造出万主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了 他们的连线 和所住的疆界 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祂说 其实祂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的生活 动作存留 都在乎他 换句话说 在我们人生 各样的台阶 各样的经历 各种酸甜苦辣的经历中 你都可以来体会 来认识神 你看所罗门 他追求什么 他就得到什么 要智慧 没有人的智慧 超过他 要经营财宝 外邦人每一年 献给他的纯黄金 666他年得 不要说一年 你只要一他年得 你们都可以退休了 我一辈子都够用了 那么多人送给他 他说论吃喝享受 谁能够比得上我 他追求爱情 娶了一千个太太 这是自找苦吃 他什么都追求 他什么都有 他要什么得什么 但是到最后 他的体会 日光之下全是虚空 虚空的虚空 而就在他虚空 这些体会的时候 他写传道书 他在结束的时候 他说少年人 要趁着你年幼 衰败的日子 没有到以前 要纪念那位赵女的主 就是他在人生里面 发现世界上 没有一样事情 能够满足我 这个小小的心 世界虽大 我的心虽小 大者难死 小者负 小小之心 唯有基督 能够叫他满足 这都是在我们人生里面 可以经验的 我决定也相信 今天在你来到戏谷 找到工作 上了Apple 跳到Google 跳来跳去 你里面不会有真正的喜乐 如果你里面 跟主的关系不正常 没有在心里里面 得到满足的话 人生很多的遭遇 可以体会 像我年轻 十七岁那时 动一个大手术 家人爱我 陪我 为我祷告 他们陪着我 那个护士推着我 到了那个守住房的时候 所有的守住门打开来 我回头跟他们说再见 才说到一半 那个铁门 非常无情地 碰一下一关 把我所有爱的人 全部关在外面 底下 手术完 我四生 四死 是不是神经切断 我是流肿得很大 医生给我讲了 所有所有可能的副作用 出来可能残废了 脸歪了 嘴歪了 可能死掉了 可能出问题 那个门 碰一声的时候 所有的家人 被关在外面 我从小一直自傲 一直感恩的就是 我活在一个 非常爱我的家 充满了爱的家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 我发现 他们再爱我 他们不能帮助我 他们的爱有限 我的人生 我的前途 我得自己去面对它 而也就在那样子 一种孤单 无助 觉得人没有用的时候 突然神的爱 那么强烈地临到我 我觉得我好像被主抱在 他的怀中 一个孩子 受伤的孩子 害怕的孩子 在父的怀抱里 他把他的平安 赐给我 所以在人生 各式各样的遭遇里面 我们可以来经历他 来认识 到底我们所信的神 是谁 所以这里提到了 五件事情 借着圣经 借着基督 借着圣灵 借着神所造的万有 借着我们人生 各式各样的遭遇 我们都可以来认识 这位伟大的神 所以和西阿苏第六章 那你告诉我们说 你们勿要认识耶和华 要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像晨光 他临到我们像恩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弟兄姊妹 当我们渴慕认识他 更渴慕来认识他 甚至追求来认识他 竭力追求来认识他 他会突然像晨光出现 像恩雨降临 让我们享受在他里面 对他认识所带来的祝福 那么圣经里面 所启示的这位神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 我们现在就碰到 今天的主题了 到底神是怎样的神 我说过了 你光去看这么一大本的 经文汇编 光讲神 你要去细细地 把所有关于神的经文 读完的话 我相信今年都够你读的了 太多太多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 把它都讲 但是你根据这些 已经走在前面的 圣经学者 这些神学家 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 去整理帮我们做的 总是会提到 一些关键的点 提到这位神的时候 第一 讲到祂是独一的真神 The only God 而且the only true God 只有一位神 而且只有独一的真神 地上很多人都有神 甚至自己是自己的神 什么叫做神 就是我敬拜的对象 什么叫做神 这是我人生的中心 所以很多人 自己是自己的神 很多人自己去找一个神 他觉得comfortable 觉得舒服的 不会来管我 不会来骂我 当我做错事的时候 我跟他道歉一下 当我做错事的时候 我花点钱 去修桥 去修路 买个良心平安 我去拜一个神 就是放下屠刀 立地就可以成佛的 那是贿赂自己的良心 那是让自己舒服 但是宇宙中 如果真是有这么多神 那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神 圣经上告诉我们 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他是独一的真神 其他的假神都叫偶像 在神的眼中都是假神 这样子的经文 圣经上上百处的经文 你可以找出来 一再讲到 我是独一的真神 除我以外没有别神 除了我还有谁是神呢 除了我是磐石 谁是磐石呢 有这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 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 所以在以赛亚书45章 他说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 没有别神 你去读 神为什么要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就是连他所爱的百姓 曾经经历他大能的拯救 曾经经历他 他这么多 在恩典中 给他们的祝福 曾经亲自看见神降临在他们中间 与他们的同在 而这一班人居然 abandoned God 离弃了这位独一的真神 所以你去读圣经 是真的很痛苦的事情 我每次读旧约圣经 特别读到先知书 哎呀 那个摸着神的痛苦 你发现以色列百姓 除了独一的真神 不敬拜以外 周围国家所有的神 我前两天还刚读到四世纪 亚门人的神 摩亚人的神 亚兰人的神 菲利斯人的神 所有周围几个 以东的神 所有国家提到的 周围的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神 都成为以色列的神 而以色列自己的神 他们丢弃了 而以色列的神 是独一的真神 他们却丢弃了 你不能够明白 Why 真的是不能明白 为什么 那我们只能够说 就是撒旦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叫人离开真道 离开真神 所以所有的东西 最可怕的 好的对面不是坏 不要以为坏是好的对头 撒旦用的诡计 他不是用坏 他是用假的 他用吃好的 他用看起来也很好的 所以就连在宗教的事情上 在信仰的事情上 在敬拜的事情上 他会为我们人类 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宗教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太多了 常常有很多人问我 他说你们基督徒 为什么这么狭窄 为什么对其他的佛教徒 回教徒 什么徒 你们都批评 我说我们绝对不是批评 我说任何基督徒 都不应该去批评别人 不是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说今天 这些佛教徒 这些天主教徒 这些其他异教徒 我说至少在他们身上 有一个东西 是可贵的 就是他们没有把今天的眼光 放在今生的享受 放在物质的享受 他们想在这些形而下的里面 想要脱离这些形而下的东西 找到一个形而上的东西 是一个他可以为之生 为之死的一个人生理想 一个神让他来敬拜 让他来为他活 所以我说我们碰到异教徒 我们应该更有负担跟他传福音 因为他是被撒旦蒙蔽的 他还是有心寻求信仰 寻求真理 寻求人生更高的境界 只是撒旦用假的东西 世界的神蒙蔽了他的眼睛 所以我说我碰到佛教徒 其实我更有负担跟他传福音 因为这些人 至少对人生是认真的 被仇敌骗了 所以我们在第一件事情 看到是独一的真神 所以马可福音十二章 耶稣有回答说 第一要紧的什么什么 你要听主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 格尼多前书八章也说 神只有一位 没有别的神 斩经解铁 第二个 这个神最特殊的一个点 非常特殊的一点 叫做三位一体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圣经上关于三位一体的经文 三位一体这个词 在圣经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是当你读完圣经的时候 然后你发现历史历代 这么多圣经学者 神学家 他们都不能不承认 圣经那么清楚地 讲出来 这一位神 是独一的神 唯一的神 但是却有三个位格 三人 他是有三个位格 千万不要以为说 是一个神 只是用三种不同的形态 他不是不同的形态 他是不同的位格 他有他独立的位格 所以主耶稣说 是父猜我来 主耶稣要走以前 他说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来 他说我去 我要为你们拆另一位宝慧师 所以你要知道 什么叫做另一位 他有他的位格 但是他却是一位 独一的神 所以你这个奥秘 你说要怎么解释 我跟你讲 没有人可以了解 因为这是神的东西 所以当圣奥古斯丁 在海边来回舵 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 早期教父 为神学立下了这么多的一些根基的 他说他的海滩走来走去 想要搞清楚三而一的奥秘 他怎么搞就搞不清楚 人的话没办法去表达他 后来圣灵光照他 他说你像一个棒壳 面对无垠的大海 想要用棒壳把海给掏进 你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只能够就得像 生命纪29章29节讲的 隐藏的事是属乎耶和华 显民的事是关乎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照到 圣经上已经讲的 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神 然后他有三个位格 在历史上 过去现在未来 这个神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好像有不同的位格 在这里做工 在这里行事 在旧约让我们看到 父神很多都是父神的工作 但是并不代表 没有子神的工作 所有在旧约里面 显现出来的神 全都是三而一的第二位 那么他最后完整地 在神的旨意中的出现 是在道成肉身的时候 只是在旧约里面显现的神 都是三而一的第二位 因为第一位 是从来没有人可以看过他的 那么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 就赐下了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今天是圣灵的时代 基督借着圣灵 泪住在我们心中 那么他是有他独立的位格 所以为什么说 不要叫圣灵担忧 圣灵不是只是一个能力 只是一个经历 只是一个感觉 他只是一个配搭的 他是有他自己的位格 所以你不可以叫圣灵担忧 圣灵说 圣灵禁止 圣灵不准 通通通都不是一个感觉 通通都不是一个能力 经验而言 他是一个活生生有位格的一位 圣经上关于三而一 同时出现的经文很多 这里只列了三个座的例子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这个大使命十九节 你们要去使外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实行 如果不是三位 他不需要分开来 对不对 三个位格 那么约翰福音十四章 我要求父 我就是基督 子神 圣子 我要求父 就是天父 圣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 使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父子圣灵都在同一节经文里面出现 那么格林多后书十三章 这是很多教会在结束的时候 最常有的一个祝福 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 或是圣灵里的交通常与你们同在 父子圣灵 今天我们也讲到父子圣灵 都向我们显明了祂的爱 神爱世人 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 主耶稣用祂的死向我们显明 人为朋友舍命 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他们都在向我们表明祂的爱 他们都在向我们表明祂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的 祂都在向我们表明祂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 第三个讲到圣灵启示的神 讲到祂是自由拥有的神 不光祂是从永远到永远 从永远到永远 祂是永远就存在的 而且英文的翻译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它 就叫做I am Who I am 或是简称叫做I am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了 什么都完了都结束了 我还是 永远是现在是 I am 他是Great I am 所以在约翰福音 主耶稣说要叫你们认识 我是 中文加了基督 加了点点点 其实耶稣来就是把这个名字的意思带来 他说我就是那个Great I am 你需要什么 我全是 神的旨意 我就是 神整个的计划 我就是 这个叫做Great I am 所以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他这个我是自有拥有的 其实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 他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二章 在伊甸园里面神创造的时候 耶和华最早出现 但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一直是到了出埃及记 到了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 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然后摩西问他要打发摩西去救百姓出埃及 那摩西说我怎么跟百姓介绍你是谁呢 那神就说告诉他们 我是那位自有拥有的 所以神把耶和华的意义 在这个时候才告诉他 所以神是一个自有拥有的 那么第四个讲到神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我每一个就举一个例子而已 大家有兴趣的话 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 来证明神怎样是一个无所不知的 怎样是一个无所不在的 怎样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 你在圣经上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 像无所不知 耶和华的眼目变查全地 历代之上十六章九节 他不光是变查全地 他甚至人的肺腑心肠 他都知道 启示录 对不对 雅各书也说到 西伯来书也都说到 万物在那位造他主的面前 是赤裸敞开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无所遁形 无所隐藏的 他无所不知 连我的心怀一念 他都知道 他无所不在 最有名的经文就是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 我往哪里去逃 去躲避你的面呢 我如果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如果下到阴间 我到阴间下他 你也在那里 换句话说 你找不到一个地方 是神可以到不了的 神不在的 神的无所不在 圣经上更告诉我们 他是充满万有的那一位 神的无所不能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 在人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所以在神无所不能 但是你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这里讲 神无所不能的时候 不要误会了 不要去误用了 神不会犯罪的 那你说这就是神不能 所以 他是不能够违背他的属性的 他是圣洁的 所以他不会犯罪 那你说那我就找到 神不能做的了 所以有人在这里挑战 他说神能不能造一个 神自己扳不动的石头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 如果他能够造一个 扳不动的石头 表示他扳不动那个石头 神有不能 那如果神不能造一个 扳不动的石头 表示神有所不能 所以这是故意在这里 找茬的事情 对不对 那神的能 神的无所不能 是不会违背 他的属性 不会违背 原则 也不会去把自己 束缚到一个地步 去against 他自己的本性 所以当 神为什么要去造一个石头 是不能扳的呢 神如果造这样的石头的话 他就违背了 他无所不能的神性 他不做这件事情 就像你为什么要去 叫神去画出一个 圆的正方形呢 这是矛盾的事情 全天下哪里有一个 圆形的正方形 这是矛盾的事 所以神不会去做 矛盾的事 这是神的本性 神决定不做 矛盾的事 不做犯罪的事情 所以你为什么 叫神去做一件 他认为是矛盾的事情 去违背他的性情的事情 所以这是人在理性上 想要钻刘脚 今天要去挑战 我想我们今天 在讲神学的时候 我们没有时间 去细讲这些东西 但是不要被一些 没有信耶稣的 不信主的人挑战 就吓到了 说神是不是真的不行 神无所不在 神无所不知 神无所不能 他对他所创造的万有 他所同管的万有 他决定有他的主权 他的权柄 决定可以通行 但是他不违背 他的属性 他不违背他的原则 他不去做矛盾的事 他不去做措施 好 那么第五个 讲到神的属性 就是Gas Attributes 就是神的属性 神的性情 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有很多 他们还有归类 可以交通的属性 不能交通的属性 什么叫做可以交通呢 就是Communicable的一些Attributes 是可以跟我交通的 例如说神可以把他的性情 组织在我的身上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 叫我们既然脱离 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所以神可以把他的圣洁 可以把他的良善 把他的爱 跟我们可以有交通 在基督里 所以哥尼多前书第一章 讲到神使基督 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益圣洁救赎 他这些的属性 是可以跟我们交流 可以传给我们的 那有一些是不能交流的 不能交通的 像无所不在 神不会让你无所不在的 你无所不知 你如果真无所不知 我跟你讲 你是第一个想自杀的人 世界上有太多那种可怕的事情 都被你知道了 太多你所敬仰的 太多你自己原来以为是美善的 原来都是这么丑陋 所以有些属性是不能交通的 有些属性是可以交通的 这里讲到神的属性 包括了荣耀 圣洁 公益 信实 慈爱 怜悯 良善 不轻易发入 智慧 宽恕 忌恪 忌恪 可畏 全能 全智 全爱 弟兄姊妹 这么多属性 这本圣经汇编里面帮我们列了很多 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 每一个都是神的性情 今天早上我们讲到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的 后半跟第十节的前半 他说神本性 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 神所有的这些attribute在基督里 而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可以分享 我们可以得到 这都是指的他的生命性情来说的 这是可以跟我们交流 跟我们交通的这些属性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都可以分享 可以得到 第六个 神的名字 圣经中关于神的形容词很多 像全能的神 至高者 至圣者 根古常在者 永生神 神是轻慢不得的神 神是慈爱的父 神是创造者 神是万有的主宰 我相信我们还赐下各样安慰的神 你要这样讲的话 他这里至少列了一百多个 你可以慢慢地去体会 神各式各样的形容词都有 但是有三个最常出现的名词 讲到神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耶和华 耶和华 亚威 因为希伯来 那种没有母音的四个字母来表达 就是YHWH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六千多次 有人讲六千两百多 有人讲六千五百多 那么这是圣经出现神最多次的 我刚才讲过了 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 在伊甸园的创造里 使用了耶和华 那么最早地解释这个名字的意思 是神对摩西 在初埃及纪第三章 而且你发现在旧约里面 尤其在先知书 常常用万君之耶和华 大家有没有读到 他特别强调这位神 他在救赎 在施恩拯救跟人之间的关系上 常常都用万君之耶和华 如此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他来表达他在救赎上 在跟人的救恩的关系上 他常常用耶和华这个字出现 第二个字叫做以罗心 以罗心 这个字最早出现 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边所用的 这是第一个出现 它是一个复数词 讲到三一神 因为只有我们的三一神是复数的 是在一个里面 他有不同的位格 所以他是讲到 强调他的伟大 令人敬畏 但是后来有一些别的宗教 也拿这个来称他们的神 以罗心在圣经里面 出现过大概两千次 超过两千次 这是第二个最常用的 那么第三个叫做 阿多奈 这个字 一般是指的主人 这叫Master 或是Lord 称主人 所以乃曼的女子 称主人叫做主 亚伯拉罕遇见主的时候 他称他为主 刚开始叫Master 圣经里面就是 那些称呼主人的 也用这个字 只是阿多奈 这个字是复数的 用在三而一的神 其他的主 这种Master Lord 是用单数的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的区分 那么在旧约出现了四百多次 光光在以西结束 就出现了两百次 这是给大家单作参考 这是圣经里面 三个最常出现的神 但是他都有不同 有所指 一个是重在救恩救赎 跟人的关系上 一个是重在他的能力 他的全能上 另外一个是重在 他的那个地位 他是个主人 他拥有我 我要听他的 我要顺服他 这三方面的 那么另外在圣经里面 神的名字 常常是用复合的方式出现 就连刚刚我讲的 耶和华 以罗星 跟这个 阿多奈 这个三个字 他有的时候 两个一起出现 好像耶和华 以罗星 同时出现 等等 我们现在就是在圣经里面 其他的复合常出现的 也有很多 我这里列了七个 是一般的弟兄姊妹 最熟的 最容易想到的 耶和华以乐 这是耶和华必预备 这是在亚伯拉罕 献以撒的时候 神让他认识 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你为我甘心献上 你的儿子 神就为人 预备了一只羊羔 就是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来被杀 来替代以杀 耶和华必预备 在奉献的里面 产生对神心的认识 耶和华拉罕 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 他们经过马拉 那个苦水 他们在埋怨的时候 神叫摩西 丢一棵树下去 让苦水变甜 然后神接着说 你们如果顺从我的命令 我就不将 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病 加在你们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 是医治你们的 所以这句话 是从那里出来的 叫做耶和华拉罕 第三个出埃及记十七章 是他们跟亚马利人争战 在旷野里面碰到的 第一场争战 争战的时候 耶稣亚打败了亚马利人 然后摩西为耶和华 煮一座坛 叫做耶和华离西 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惊奇 他是我的得胜 是我的夸胜 那么第四个是在四世纪 当基甸要神兴起 他来跟米甸人打仗的时候 他为耶和华组了一座坛 他献祭以后取名 叫耶和华沙龙 耶和华沙龙 所以以色列人 犹太人碰到面的时候 常常都讲 问安都是用沙龙 就是平安 耶和华赐平安 所以你要知道 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离西 耶和华沙龙 这三个名字 都跟祭坛发生关系 当我们每一次 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 在祭坛面前 常常对神 会有新的认识 同样的 当神每一次 启示他自己 让我们新认识他的时候 在我们里面 常有的一个回应 就是我要为耶和华主坛 我愿意把我自己 更深地献给 这位伟大的神 或是在我们人生中 想碰到属灵的征战 我们经历了神的得胜 我们经历了神 在我们中间 跟我们同在 我们在这里 做一个见证 我们在这里 煮一座坛 我们给他取个名字 接下来下一个 是诗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 一个是叫Roth 一个叫Roy 这个两个的翻译 耶和华路语 这是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 叫他 He is my shepherd 那么耶利米书 二十三章 第六节 跟三十三章 十六节 这是圣经上 出现的两次 中文翻作 耶和华 其根卢 他在耶和华 是我们的义 那么最后 一期结束 四十八章 结束的时候 结束在神 要应许跟人 永远同在 叫做耶和华 就是耶和华的所在 就是这个殿 要给他取名 叫做耶和华的所在 换句话说 神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要跟我们同住 这是几个 复合名词 所以你从这些 复合的名词 你都可以 对神产生 某一个角度 某一种特殊的认识 和经历 例如说 经历耶和华 必预备 你看我们买会所的时候 千千百战 打那么多征战 对不对 那么后面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一个giant 就是我们 怎么可能有七百万 从哪里来 教会这么少人 那时候根本有奉献的人 全教会有 有收入的人 也不过九十多个人 更何况 有人还是夫妻的 我们钱从哪里来 那么说 我跟弟兄姊妹讲 我说奉献的学习 甘心 尽心 和信心 甘心是最基本的 你必须要甘心 神才愿纳 第二个 你要尽心 每一个人的尽心标准 交给神 没有绝对的标准 我们在主的面前 要让基督的平安 在我心里 那么我所求的 就必得着 当我们又甘心 又尽心以后 剩下的就是凭信心 就是在耶和华 的山上必有预备 神会预备 你不能够说 把我自己的钱包 塞得紧紧地说 神是千山的 六万三那样 都是神的 神必预备 那么神就不做事情 你就没有办法认识 我的神是一个预备的神 当我们真正甘心 尽心奉献的以后 你就发现 神可以这么奇妙地 在最后一天 不可能的时候 那突然有八十万 能够进到我们中间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耶和华就预备了 所以当我们得到钱的时候 我们第一笔 就先还给他们 别人在爱心里面 愿意给我们用 我们得到了以后 我马上就先还给他们 那听众子妹 这个是神 神预备 神真的就是预备 很奇妙 所以你要对神 每一个 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耶和华是我的旌旗 耶和华是我的平安 每一个名字 他都带出了一个信息 带出了一个祝福 好 那我要很快的 最后两个点 神跟我们特别的关系 那这位神 很特别 所有的神 人所找出来的神 常常都是很可怕的 我从小在台湾 我想在座少数从台湾来的 碰到那种特别的结起 农历年有各式各样的结起 这些鬼神出来游行的 你看到他们踩的那个高鞘 人很高 这两个棍子 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 穿着那个大袍子 然后戴着黑帽子 然后脸黑黑的 然后头发披着 然后那个很长的舌头露出来 这个流水马怪的这种 各式各样的在街上游行 你看到那样子的神 你不会想跟他说 与你更亲爱你更深的 这个望而生畏 你会怕的 但是我们的神 是乐意跟我们建立关系 他爱我们的神 所以我在这里 只能够简单地提 你看他从各处各个方面 不光是我们个人 更是跟教会 他要得到一般的人 一个国度 他跟我们的关系 是非常亲的 创立世界以前 以夫所说告诉我们 他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在基督里监选我们 而在创造的时候 他是为了他的荣耀 而且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 和样式造人 而且他把他的生气 吹在我们口中 将来我会有一堂课 特别讲这个 那么当人得罪他 犯罪堕落以后 神亲自拯救 设立耶稣基督 作为挽回基 这些经文我都没空了 你们回家自己看 他为我们舍了他的儿子 为了挽回我们 向我们显明他的爱 第四个 当我们真的蒙恩得救了以后 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 他是我们的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让我们所有的生活 整个的生命 都跟神发生关系 第六个 第五个 他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 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 他在这里要把我们 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我们不光是为了 他的荣耀被造的 我们也是为了 他的荣耀被做成 被制作的 他天天在我们身上 容许万事发生 为了要教育我们 塑造我们 祝福我们 神亲自栽培 那么第六个 神乐意与人同住 这是从启示录 不是从创世纪 一直到启示录 整本圣经有好几条 中心思想 可以从创世纪 拉到启示录 其中有一条叫做 神乐意与人同住 从伊甸园开始 一直到启示录 看哪 神的账目在人间 新天新地 出现的时候 圣承新耶路撒冷 从天而降 启示录告诉我们说 看哪 神的账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我们要做 他的子民 他要做我们的神 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悲哀叹息 所有的一切 他都替我们更新 这是伟大的神 那么第七个就讲到 至终羔羊来迎娶心腹 要率领种植 进入荣耀 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 跟神永远同在 我刚才讲到的 启示录二十一章 一到五节 大家回家可以仔细读 好不好 这些经文 都是经典挑出来的经文 我们有空在这里都讲了 那你们回家自己读 好不好 最后讲到我们 对神该有的态度 那我也只能够 简单地挑几个关键的 那么第一个 十戒 就表示神对人的要求里面 十戒 集中在这十戒里面 而十戒的第一戒 就要求我们 除了他以外 不可以有别的神 他是独一的神 连我们心中另立偶像 不是真正去庙里面 真正有一个 physical 一个物质的偶像 给你拜 你心里面有偶像 神都厌恶 所以大卫在诗篇十六篇 第四节 他说用别的替代 耶和华的 或者用别神 中文没有这个神字 就是用任何别的 other than God 任何神以外的 你要替代神 你的愁苦一定加征 所以我们要独一地拜他 他是我们独一的真神 第二个 耶稣把整个旧约律法先知 总结起来 叫做大诫命 就要尽心尽心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 对神 除了把他当独一的真神 敬拜他 第二个 要全心地爱他 因为他是一个爱的神 他在乎我们 第三个 因为神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而且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 这个神是可畏的 是轻慢不得的 你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这是属灵不变的原则 要懂得敬畏他 所以犯罪 谎言 情绪 我们自己的肉体 爱世界 贪 你所有所种出来的 都要收的 而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我们得到智慧 知道该怎么过火 第四个 信而顺服 是深入经历神 蒙神赐福的秘诀 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 第六节 他说 人非有信 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 必须信有神 这个信有神 这是中文的翻译 不管我相信 他存在 他跟我同在 信有神 原文的翻译 或者有些英文版的翻译 他说信神在 就是他同在 而且还有一个翻译 叫做信神 是 刚才我说 耶和华的名字 叫做我是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 怎么样子 让神的存在 神的同在 跟神的所事 能够真正成为 我的经历和祝福呢 借着信心 人非有信 不能够得神的喜悦 到神面前来 必须借着信心 罗马书十二章 讲到献上之地 当作活祭 那么第六个 我们还要知道 这个神不仅仅在 我今生 从我创世以前 祂跟我有关系 今生有关系 来生有关系 祂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预备 有一天要去迎见祂 要亲眼见祂 要永远跟祂在一起 所以圣经上里面 讲到很多的地方 要叫我们准备好 要去见祂 今生不是结束的 就结束了 我这一生 所有这一生的果效 要跟着我去见祂 我要在基督的台前 被显露出来 个人造的自己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这是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第十节 而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 他说二十六章 他说耶和华 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 所以弟兄姊妹 不管你自己知不知道 我们都在这条审判的路上 跟这位审判的主 越来越靠近了 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每过一天就更靠近 所以要趁着神还把时间 留给我们 不是让我们在世界挥霍的 是要让我们在主的面前 带着虔诚敬畏的心 好好地珍惜 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让我们这一生的果效 随着我们去践踏 所以我第七写什么 点点点 表示太多了 讲不完 到此结束 好 我们最后一起把 这个罗马书十一章 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生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祂的判断何其难测 祂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祂的谋事呢 谁是先给了祂 使祂后来惨黄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 倚靠祂 归于祂 愿荣耀归给祂 直到永远 阿们 真的是阿们 大家有没有问题 今天对不起 因为第一堂前面有课程简介 所以我们时间多用了一点 没有机会留下问题 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写信到办公室给建讯 我们可以整理起来 我可以针对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回答 好不好 不需要去问我 神能不能创造一个 祂扳不动的石头 就是就着我上课 内容所讲的 有什么你想要明白的 有些我们可以私下回答你 有些借着这个回答你 没有的话 我们有个祷告 我们结束了 主啊 我们在时代的感恩的心 我们要在这里谢谢你 我们本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 我们没有指望 没有神 是你 借着你的爱 借着你儿子 在地上寻找拯救了我们 让我们这些人 今天能够归到你的名下 不仅成为蒙恩的罪人 成为蒙爱的儿女 也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 可以来侍奉你 主啊 帮助我们在认识你的路上 让我们能够更认真 能够更真实 也能够更进入跟你该有的关系 谢谢主 保守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主持人